台铁人员的背勤宿舍工作人员正在强修冷气 因为20号部分冷气故障 城屋人员的休息空间大受影响 到基隆站的时候发现说车站那边贴一个公告 说当天的宿舍因为说1到6号房都是冷气故障的状况 所以临时要请大家就是可能两两一间 台铁产业工会指控基隆车站背勤宿舍 通常规划6到8人一间一房一冷气 不过因为冷气故障 只好让车长驾驶睡行李房或是其他工作人员休息室 但这次提供宿舍的是套房分配时没有注意到性别 只好男女共用卫浴 夸张的是了记得要两周才能修好 在连日高温之下站勿人员真的受不了 目前的话是因为这种站那边回复说 可能要两个礼拜才能把宿舍整理好 也就是说这两个礼拜的期间 就是所有乘务的部分的话都会受到影响 台铁人民回应将会调整冷气没有故障的房间 提供乘务人员使用 另外基隆车班组则是调到七堵的背勤房间休息 如果房间不足将会租借基隆车站的附近旅馆应应 房间不够才会这样子 但是现在只是喔 这种时候你空两天住过来 现在都没问题 不只冷气故障 员工更抱怨宿舍的卫生环境很差 床垫棉被科建污渍没有时常清洗 休息品质受到影响 也希望台铁尽快改善提升员工权益 记者朱定铁孙一万山台北基隆采访报道